好 今天我是劉俊耀 瘦耀耀 對陣下要在我們上次黃珊珊 黃大律師 黃大律師 你好 劉哥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換一個身份 台北市議員黃珊珊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談的這個呢 是我覺得跟法律也沒什麼太大關係的 但是它跟是我們的一個社會 社會現象 社會的一些案 這個是有關係 因為從上個禮拜呢 不管是一家四口燒蛋自殺 不管是一家四口呢 互砍 把小孩子殺死的 或者是到今天呢 這個蘋果還是頂我那麼大的一個版面 在頭版的這個太太呢 這個帶著三歲的小孩又去燒炭 當然啦 我是媒體人 那你現在是台北市議員 待會你談社會的這個 應該是什麼社會我們的資源系統在哪邊 大家可以去那邊求助 的之前 我先講30秒就好了 媒體喔 在這個事情上面 因為蘋果日報的總編馬維銘是我的老同事 我們也蠻好 在這事情上面我覺得 不要一直用這種人家全家燒炭的這個事情 來賣報紙 我覺得 這樣不好 這樣真的不好 因為這個報 你當然我 我不期待什麼用光明面來做報紙的頭版頭條 因為這個歌功頌的事情 媒體人有時候是做不出來的 但是像這樣的這種悲慘的事情 我覺得 不要讓變成有一種學習的 大家模仿的可能性會出現 這樣子我覺得 我們在媒體上 當然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媒體本來就應該要去揭發 本來本來就要去幹嘛 可是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覺得有一點太over 這個是我 身為媒體人 我自己 先這樣講 來 台北市議員 黃珊珊 你這個 這個應該怎麼辦 因為你也是媽媽 這個事情 在現在這個 油店都在大漲的情況之下 無疑是給執政者 這個政策上面 給他們一點 一點 好像 好像死賤 你知道嗎 不可以再去 再去 大家都想我過不下去啊 欠了錢 欸 其中有一個是欠多少 欠80萬的啦 有一個是 欠你沒有多少錢 這樣子就 就結束生命 其實這幾起案件 很多都是 看得出來 有一些是他生活壓力真的很大 是 尤其是他孩子又 有腦麻 然後太大又得到癌症 那另外的是那種 比較衝動型的 就是教養口教 教養方式不同 就帶小孩去自殺 那其實我們碰到類似的案例 尤其是我們在處理一些選民服務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個感覺是 夫妻在好的時候 什麼共享樂啊 但是難過的時候 能不能共患難 最後的情況 像這種 左上角落大概都是真的 貧賤夫妻啊 很辛苦去面對生命 但是他們很努力 看起來他們是很努力的 可是他們 沒有辦法往下走 或者是自己走不下去 那可是其實我們一直很多的家 很多人來發生問題喔 其實台灣的社福系統 你說不是很健全 但是目前為止 其實有相當多的管道 嗯 比如說你離婚 你要很多諮詢的地方 很多讓你法律諮詢的地方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那個當兒不知道去哪裡找人幫忙 茫然 對第二個 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讓家人傾途 那像最近在臉書上講兩句 趕快報警就救到了 所以某個程度第一你要求外援 如果有到外援的話 你旁邊的朋友就要幹嘛多提那一份信 多提一下 欸這個有問題喔 那我們是不是我朋友幫你做 像我們常常會接到民眾的電話 我們覺得怪怪的 你們就會趕快找里長跟領長去他家 說這個還有社工員 拜託你趕快去 有人突然間得到什麼乳癌 其實政府都有一些特殊禁運的 臨時的補助款 可能一萬塊兩萬塊 先讓你救急的 這種其實都有 你透過你的禮靈系統 其實是可以馬上得到一些幫助 就像這個 他的重病的孩子 他有很多其他的 像台北市我們有很多的福利 他可能不知道 也許他不坐在台北市 所以第一個 我認為大家都忘記對外求援 或者是害羞或者是 愛面子 不肯對外求援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狀況 告訴你的親友也好 朋友也好 甚至就是透過一些社服系統 他其實是有一些自傷專家可以幫忙 第二個 整個發生的事情以後 其實重點還是 下一個還會出現 因為他不會消失 因為現在貧窮線越來越低 大家越來越窮 加上現在生活 可能連個電費都繳不出來的時候 這種情況還要發生多一次 好 希望大家能獲得平安快樂 謝謝